乐透彩中奖几率统计这一题 首先的话我们要做出像刚刚讲的这个需求 当然会有几个地方跟前面我们讲过黑面但现在有点像就是 范围部分,因为也是跨工作表 所以假设是跨工作表的大范围 我都建议你可以先给它一个名称 那以后呢配合一个F3就可以把这个范围给调用过来 这一点部分的话请各位就是还是要尽量去熟悉这个部分 那其他的话就是还要取得什么前期名 其实取得前期名的方式 不外乎就是说你把用人工的方式取得 可是用人工的方式当然是最没效率的 那现在的趋势就是这样 尽量就是不要用人工的方式来做 为什么用人工来做? 答案第一个效率差 第二的话呢,这个很容易做错 所以呢这个 现在慢慢除了说一般的简单程式之外 其实慢慢还有AI 那除了AI之外 其实现在比较重要像什么 AI里面比较重要的像机器学习 其实就还蛮好用的 也就是你把资料丢给这个机器学习 帮你处理完 它会得到一个最后的结果告诉你 而且你甚至可以自动化去处理 那当然相对的会大大减少你的这个时间的这个部分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乐透彩重奖机率统计这一题 那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要统计 假设要统计101年的重奖机率的部分的话 那首先当然我要先知道 就是说101年的全部号码在哪里 那全部号码基本上就是101年这里 那一年呢 这个全部的号码 一期的话 比如这个是什么 101年的第99期吧 这98期 那Ctrl向下 OK 忘了切 我分享一下画面 那这样 那首先的话呢 一样就是说呢 我如果要把101年全部的号码 全部号码其实就是从第一期 101年的第一期 七个号码第二期嘛一直到最上面是99期 所以看得出来这个是101年的第一期到99期 那每一期的话是七个号码 那我们要算出说这个范围里面 1号开出来的几率是多少的话 那其实最简单的方法用conve 那首先当然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范围 因为如果你用conve的话 当然这个地方插入函数 一样就是用什么呢 统计类的含 统计类 因为conve在统计类里面 conve OK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 range的话 你变成说假设呢 你不用定义名称 你变成要选这边 然后再选这个 把它往下拉 不过我是建议啦 如果你一直往下拉99期 跑很久啦 一般喜欢什么 Ctrl不能向右 因为向右旁边还有 你先选7个 Ctrl shift向下 有没有它就跑到100嘛 OK 不过这个方式的话很容易出错 OK 那criteria是 你要这个范围里面找什么 找这个1号 当然这个按确定的话 其实也会出现次数啦 不过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说你是跨工作表的大范围 我建议你可以先把这个间定义一个名称 所以我先把它取消一下 那怎么样定义名称 前面讲过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这个范围定义一个名称的话 那我先选7个号码 Ctrl shift向下 好 那这个范围的话呢 就全部选起来 OK 那向下选记得啦 Ctrl shift向下 这个快速键请各位务必要记起来 因为这个其实用到的记录还蛮大的 那这个范围叫什么名称 假如说我叫101年的话 比如说一般习惯是101 不过特别特别注意 定义名称有个规则 就是名称你不能是用那个数字开头的 比如说你101Enter 他会出现说这个不是有效的名称 也就是说你这个名称你可以这样 前面是用英文用中文都没关系 但是就不能数字就对了 所以干脆我在前面加个什么 加个开奖101好了 OK开奖 这个范围叫开奖101 Enter 那我这个先复制一下 Enter 这个范围就叫开奖101 那102的话怎么做 一样嘛 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选7个Ctrl-shift向下 然后把这个名称叫什么 叫开奖102好了 好 那我们完成了两个范围之后 当然有同学问说老师那这个两个范围以后范围可不可以变更 OK 如果你想知道你定义的名称到底是否正确的话 那你可以切到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 OK这个很重要 以后如果你要修改 确定你的那个 定义名称是否正确的话 那可以从名称管理员进来 有没有 那它底下 就会是你定义参照到的范围 名称就是上面的名称 那能不能修改呢 当然可以 你按编辑就可以了 OK有没有 这个是名称 这个是参照到 OK也就以后如果你这个范围有变更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变更完按确定就可以 OK 那开奖102是这个 它也会选起来让你知道 OK 好那我们第一步先定义好两个范围 那第二步的话呢 我们一样插入环数 conif 那range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按F3 跟他讲说你去开奖101里面 帮我找找看 有没有1号的 1号刚好在A2 OK按确定 如果有的话呢 帮我找出来 他帮我找到了 开奖101里面的话有17次 17次 看一下公式里面 名称官里面 确定一下 这个是D2到J100 范围不要做错 然后这个是102年的D2到J105 OK 好那可是问题我不是要次数 而是要这个几率的话 那特别注意 我们就要再除以多少 除以101年总共有几个数字 那几个数字的话呢 当然呢 如果我们用人工来算的话 当然就是7个号码乘上99期 所以应该是693 可是 如果假设你不想去算它的话 其实你还可以用一个方法 就是呢 在旁边先做一个练习好了 Count 统计类里面有个叫Count 的一个函数 那这个Count 函数的话 就是计算范围中包含数字的 储存格数目 也就是说呢 我给它一个范围 它帮我算里面有数字的 储存格到底有几个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这边按一个F3 一样开奖101 它会告诉我说 693个 也就是说 101年总共开出来的号码 就是693个 那几率怎么算 其实几率很简单 几率是 把它1号出现的次数 除以全部的号码 那就是它的几率 所以我们可以在后面 假设这个公式的话 我们把刚刚的公式 转移到这边的话 就是除以 那其实Count 刮符开箱 那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干脆拿这个来改好了 Count 复制一下 贴到后面来 然后把衣服拿掉 然后开奖10 那这样后面做出来的话 就会是693 所以打个勾之后的话 那就会是我们的 中奖的101年的 一整年的中奖几率 OK 那可是如果说 我假设希望呢 看到的结果 希望显示成万分之多少 有点像是云端上面 各位可以看到 类似像这样 1万次出现几次的这个格式的话 那这个地方呢 该怎么做 其实跟各位讲一下 1万次就是分数 就是 这个1万分之245 所以你可以按右键出现的格式 特别注意 格式里面 你可以找一个分数 有的是几分之几 那当然呢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1万次当分母的 好像没有 但有一个最 比较最最切切 应该是100 这100当分母 可是没有1万的那怎么办 我讲过 如果没有1万的话 你可以拿100来改 那改的方法跟前面观念一样 制定 本来是100嘛 你把那个100后面补两个0 不就好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 1万分之245 不就有了 OK 按确定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把1号的几率算出来 然后向下填满 因为它格式也把它复制下来 全部都算完了 OK 那另外的话呢 你会发现 定义名称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不用去管说 哪个地方要不要锁 不用 要不要加钱的符号 不用 因为它就是一个固定的范围了 OK 所以开场10 那102年怎么办呢 其实如果你101年做完 你可以把这个公司直接复制 取消 然后到102年这边把它贴上 那很简单 直接改什么 开奖102 这边也是开奖102 其他都不用改 所以其实用定义名称有个好处 就是你不用重选 也不用知道说 到底那个蓝跟列应该放哪里 不用 OK 按打勾 另外的话呢 这个格式部分要一万分之多少次的话 那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格式复制一下 这边有个这个复制格式的刷子 所以游标放在B2刷一下 然后再点一下B2 它就把格式套用过来 当然你要重做一遍也OK 反正就是这个格式过来 把它向下填满 这样的话102年1号的中奖几率 就也算出来了 OK 那两年哪一个几率最高 那当然我们最简单的方法是等于 这一年101年的几率 加上102年的几率 两年相加 OK 那就14,451 那向下填满 其他也做完 那再来的话就是排名 这个把它删掉了 排名部分的话 到底哪一个最多 哪一个最少 那其实我们可以什么 可以用插入函数里面 一样用什么 统计类里面的有一个叫rank.eq 这个rank.eq的话 它就是帮我们做排名 那所以呢 一样需要给它两个参数 基本上rank.eq按确定 那基本上的话呢 它会跟我要三个参数 不过最后一个参数其实可以不用给 因为就是排序方式 那反正就是多的在上面 低的你这个空白没关系 所以第一个是number number是说呢 第一个问题是说 你要排序的话 那请问一下 你那个1号 有没有下1号吗 1号它的合计的几率是多少 就这一个 就它的几率 第二个问题是说呢 ref一般就是范围 reference就是参考的意思 参考的范围在哪里啊 意思是说 它这个 的这个 它这个数字呢 在哪个 在某个范围里面排第几个 排第几个 那第二个的话 我们reference的话 通常是指全部人的 这一个 合计几率 所以把游标放在第二 ctrl shift向下 ok 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了 那order的话呢 一般是说啦 如果0或省略的话 表示递减 方式排序 那因为我们 当然呢 这个几率高的 表示排名越高嘛 所以 低的 当然越低 所以基本上就是 0或省略啦 ok 那就我们用省略好了 就比较递减 ok 那 按确定之前 还有一点 可能要特别小心的 就是这个ref 我们等一下会向下填满 那 理论上这个范围 一定是不能变动的 会变动的话 一定是number 它的合计的几率是多少 所以呢 我们可以怎么把 这个什么ref的d2 前面加个前的符号 然后d40的前面加 再加一个前的符号 ok 好 那我们就得到结果啦 1的这个几率的话 在这个范围里面排第26名 ok 按确定 那其他的人的名次的话呢 就把它快速点两下 ok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最后的结果 那你可以看到啦 理论上呢 当然其实我们 当然会去统计10102 通常当然就是说 我希望找到那个 中奖机率最高的那7个号码 因为 假设要去这个投注站的话 也是需要先想好 你到底要签哪7个号码 所以呢 如果假设啦 你可以看到 这是第7名 12号 ok 再来是什么 往下 第2名 21号 第5名 27号 所以呢 如果说啦 当然我如果希望呢 后面呢 加上一个需求 这个需求就是 你干脆直接 因为如果现在我虽然 已经把排名排出来了 可是最后其实我只是希望得到 前 就是排名在前面7个的 所以也许叫前7名好了 所以你可以怎么 假设我这边多一个栏位好了 叫前7名 那我希望他可以自动帮我把前7名的前面这个号码 比如说他这边的话是12号 帮我把12号放在这边 然后再往下找 找到2号 21号 放在这边 可是当然不是叫你用人工的方式 因为如果用人工的方式来做的话 那当然一定很浪费时间 所以有什么方式 可以快速的帮我把前7名的号码 列在F2到F8这个范围 其实当然如果用什么 用Excel里面的公式 其实能不能做到 其实也做得到啦 只是说应该会非常复杂 那可是用VBA呢 当然也是可以 只是说相较之下 我是还比较推荐用VBA 因为像这种比较复杂的应用 前面讲过相较之下反而写VBA 感觉起来会比较好理解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把刚刚的重点回顾一下 1 范围选起来之后 定义一个名称 所以这两个范围 一个叫开奖101 一个叫开奖102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在这边呢 先用conif 算一下101年的1号出现的机率 向下填满 然后除以它全部的号码 最后呢把它改成1万分之多少 245 OK 然后再开奖102 两次相加 做rank.eq OK 那待会的话呢 想想看哦 也有什么方式 可以把前七名的号码 直接就搬到这边来了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哦